我认为主的怜悯,所以可以有机会去服侍主 可以和大家分享圣经里面的话语 也很感谢周牧师的邀请,他真的很大胆 是不是比较少见校长染了? 所以我见到你们当中有些人觉得 不是吧,你这样的头都要做校长 你很想染吗? 其实是的,我都很感谢你很细心 我也很感谢我学校的校监、校董 和我的同事都很接纳我 都很明白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把规矩打破的人 我昨天参加了一个安息礼拜 这个安息礼拜是我一路整个过程进行的时候 我的眼泪是没有停过的 安息礼拜,那个爸爸过了生 那个爸爸有两个小孩 大那个就升了中学,小那个读小学 这两者弟都是我以前的学生 我知道他爸爸就 因为以前爸爸在幼稚园里面很多的投入 所以都有一路的联络 后来知道了他有癌症 在这几年的里面见到爸爸很大的 和病的里面去搏斗 但是也很可惜 也是回到天父那里 42岁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个这么爱主的弟兄 其实很多人都问为什么主会接走了 但是在昨天整个安息礼拜里面 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爸爸过了生 那个太太出来分享他的事迹 他太太非常之非常之不舍得他 但是是很有盼望 因为他很有心理准备 丈夫会被主接回天家 那个大女儿说 他说爸爸其实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很不舍得爸爸 但是爸爸留给我的数据很多很多 小的儿子 他说爸爸是一个很谦虚 很乐于助人 很爱主 很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参与 虽然在病患里面 他是一个消防员 他怎样去身体力行 在他有限的日子里面 他仍然去服侍 所以这对儿女 他们跟我们说 虽然爸爸回到天父那里 但是爸爸的精神 爸爸留下给我们的东西 爸爸的爱是没有停止过 一直下去都会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很感动 我很感动 虽然肉体离开了 但是他的爱 他的精神没有离开过 一直在他的家里面 我当时自己的心在想 我们现在的家庭里面 爸爸可能健在 妈妈可能健在 妈妈可能健在 子女都健在 但是 这个家庭的爱 可能是没有了 痴姆姊妹 你家里面 有没有爱 爱在吗 今天很想和大家 透过一段很熟悉的经文 从这段经文去看看 究竟有一个的爸爸 他给我们有什么的看事 好吗 这段经文 我想很熟悉的了 可能如果你小时候 上教会 或者在教学下读书 你都经常读的 就是浪子的故事 是不是很熟悉 既然如此熟悉 不如我们也来读一次 好吗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第十一到第二十节 好 请 好吗 由於一切所有者,又願意那地方大遭遍中,就同苦起作, 因此,我們有教大地方的一個人,哪人打法他道前,就去訪諸。 繼續 他不得法諸所在之教教寵聖,也沒有人合他,他定不過了,就說,我本身有個聖聖故宮, 偶人有條 我都只得一位何成客 我叫其樂 同我父親馬雷雷 親花絕 母親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地 從今後 我可對清為你決定 θα我剪作一個抗風法 崛天起樂 恐的是忏侏的 Fate pas要割滅鍛絕 但唏乎他缺巧 社長門口馬雷雷雷雷財 多謝 読得很清楚 我們就停在這篇坊 馬雷雷 скорее 最近是很熟悉 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讲另外两个比喻,一个是失羊,一个是失前,第三个是浪子的故事。 有一个爸爸,其实他有两个儿子,大那个儿子其实很聪明,很醒目,而且很乖。 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很想有一个大儿子,样样自动自觉,不用你叫的,喜欢吗? 还有些东西是很清心的,恨都恨不到,我都很想个儿子是这样。 他的大儿子就是这样,但他有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也很聪明,这个小儿子很聪明, 他比较自我一些,比较喜欢,想自己怎样就怎样。 有一天,这个小儿子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都差不多大了, 反正你的身家都是给我和哥哥的,不如你早点给我吧,分了一半给我吧。 爸爸很无奈,很不想,但是也分了给他。 分了给他之后,这个第二个儿子拿了他的身家,当然是走了。 在圣经里面说,他出去就花天酒地,是吧? 去玩,去吃,当然有很多朋友跟着他,很快脱,身家用尽了。 用尽了之后,他怎样呢?那些朋友都走了,他没得吃, 于是他去找工作,还能做什么呢? 最后可以去看猪,去看猪。 他看猪,很肚饿,肚饿到一个地步,糟了。 连猪吃的东西,他都想拿来吃。 在这个时候,他醒觉,突然想,做什么我会搞成这样呢? 我原本在我爸爸那里不是这样的。我爸爸那里有东西吃,不休吃,不饱。 吃什么都有,可以住得很好。 为什么我今天搞成这样呢?我错了。我做错了。 所以我要回到家,不是叫爸爸给我做个儿子。不是,我回到家, 然后告诉爸爸,爸爸我得罪了。我得罪了你。 由今天开始,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不如你请我做工人。 在我爸爸的家,做工人都比在这里好。 于是,这个儿子起来,就回家了。 好,我们特别想看第二十节。 当这个第二个儿子起来的时候,他往父亲那里去。 我就很想透过这一节里面,这个父亲有四个给我们一个启示。 希望你能够鼓励我们,好吗?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 相离还远,很远。 他爸爸就看见。 第一个启示就是,这个爸爸给我们看。 他看见。 究竟这个爸爸看见什么?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 弟兄姐妹,他爸爸看见什么? 看见儿子。 很远的。 这个儿子和以前的儿子不同。 以前的儿子是意气风法。 现在的儿子是怎样? 很厚厚的。 可能头发很长。 可能衣服穿了。 走起路上来,可能没什么心机。 没什么面子。 但是爸爸看见。 为什么爸爸会看见他? 很远。 为什么也会看见? 多数都是女士。 他们很知道。 心里很知道。 对了。 其实这个爸爸在说, 他一定是自从这个儿子离开家。 他很想着他。 想着他。 想着他。 而且还有。 我相信这个爸爸是天天都站在门口那里。 看。 要不然他不会将来幻远就看见。 对吧? 如果这个爸爸不是天天这样看。 他可能今天没有看。 但是不是。 我猜他是天天, 天天站在门口那里。 我个儿子何时回来呢? 看见。 鬼影大影姐妹。 很想告诉你。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其实他天天都看着你。 你有没有想过。 他天天都看着你。 无论你坐在角落。 无论你坐在前面。 无论你的状态是怎样。 可能你是很热心。 可能你是很消沉。 甚至乎呢。 消沉到一个地步呢。 圣经都不想看。 教会都不想翻。 但我告诉你。 主知道。 主知道。 主看着你。 这个父亲就是这样看着。 看着。 看着。 我不知道你在生活里面有没有被人看着。 有没有被人看着。 可能女士比较明白。 我们经常被人看。 对吗? 男士比较难。 女士经常被人看着。 我记得。 我年轻的时候。 我妈妈在2010年过世。 我妈妈回天赴岛已经八十多岁。 我还记得她当时是住在竹园南村。 她当时是一个人住的。 我已经结婚了。 我们家人每个都结婚。 我妈妈一个人住。 我定期回家去看她。 还有要出粮给她。 给家用。 我印象很深的是什么呢? 当时我妈妈很喜欢去银行。 我打电话给她。 我妈妈今早上会来的。 在哪里等你。 我妈妈通常就说。 去银行等我。 她说去银行。 银行是在竹园北村的。 我想也好。 因为出粮给她,她顺便入钱。 但我妈妈很好笑。 我说她不要给现金钱。 她要支票。 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要支票? 她说我要支票。 为什么要支票又要去银行入支票? 不如给钱你更好。 她说不要。 我要支票。 我妈妈要支票就要支票。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在北村下去银行有一条电动楼梯。 我乘搭了巴士之后, 就在电动楼梯下来。 我妈妈就会说。 我妈妈在银行门口。 很多人都在银行门口。 我妈妈是潮州人。 她一看到我来, 她就会很大声地说。 用潮州话来说。 这里有没有人潮州人? 没有。 我本来有潮州人。 我妈妈就会这样说。 我的酒店被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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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儿来了。 接着她还要再说。 你看我的女儿。 很漂亮。 全世界最漂亮的就是她。 她是这样说的。 她是用潮州话来说的。 其他那些妻子就说。 为什么? 为什么? 是谁? 是谁? 我妈妈说。 最漂亮的就是她。 我就在电动楼梯, 好像香港小姐那样。 放一个好的姿势, 微微笑。 我妈妈很开心。 看到我, 很开心。 当然我看到她很开心。 我下来的时候, 这些妻子就会说。 你妈妈等了你很久了。 在门口那里, 整天等你。 很开心见到你。 我后来明白, 我妈妈要支票。 因为我们入银行。 如果不用支票, 她怎么入钱? 用现金她就花了。 她一入支票, 就跟那个桂园的小姐说。 这个是我的女儿啊。 是不是很漂亮啊? 这个是家用来的。 麻烦你帮我进去。 很威胁。 我想做父母, 其实她也是很喜欢见到子女。 看见。 是吗? 我们的神这样看我们。 第一个, 我想挑战我们坐在那里做父母的。 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儿子? 我真的经常看着她。 她的。 我想说, 你有没有真的看见她心底里面那些的需要? 你明不明她? 你明不明她背后, 心里面, 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特别我们教授蚊仔, 很多时候, 我们会给她表证的行为, 来到去激怒的。 是不是? 来到去, 就是令到我们很火滚的。 小的有小的就是这样。 不吃饭, 是吗? 大的有大的问题, 薄嘴。 但其实, 原来她那些表证的行为, 只不过是反映着她心底里面, 一些的需要。 各位做家长的, 做爸爸或者做妈妈, 你要捕捉到她背后的需要。 你要捕捉到你子女, 你要看到你子女, 背后, 其实心底里面, 她需要的是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回到教会, 有一个姐妹, 很不开心。 我一看, 知道她们不开心。 崇拜快开始, 不要惹她了。 大家崇拜, 在崇拜里面, 很不开心。 两个人坐着, 很不开心。 敬拜第一首歌结束之后, 那个主席就叫我们, 互相之间祝福一下。 没办法了, 就去祝福了。 其实也不想走过去祝福了。 因为, 整个面子都焦了。 但是, 主席就叫我为你去祝福一下她。 我其实就跟丈夫说, 我为你为什么要激怒你老婆。 怎料她老公就跟我说, 不是, 不是我激怒她, 是她激怒我。 还大鸡。 是不是? 那我就过来去, 跟姐妹和太太сь part answered。 仔终膝咱 Duke 再抱着我 love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就强��我吹肥吧, 就一直呼吹, 直到我平淡淡浮 Kumana, 没关系, asj be out, 那不одар了。 真这个人太多了, 這樣坐下论了。 什麽也令她在这些不开心。 原来都是因为管教的神 psychological kommun仔, 大家很有差异。 她的丈夫觉得她覺得妈妈也嫝弱, din With my mom was ignorant, 好烤后回来教会之前, 在車上,爸爸開車的,很嚴,令女兒很不開心,所以爸爸速釘,你為何要這樣對女兒,女兒在車上? 媽媽就覺得,有沒有搞錯你在女兒面前這樣說我? 世事是假的,所以就開火,我想這些現象都經常見,都很常見 什麼事情令媽媽出口說女兒呢? 一邊聊一邊聊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女兒五歲多,很難教,沒辦法教,她兩夫婦是專業人士,爸爸是教書的,是專業人士來的 但是她們兩夫婦是沒辦法教導這個女兒,大家都沒有共識來教這個女兒,覺得很憔悴,很不開心,說了很多很多一常生活的例子 我只是告訴她一樣,我說你要看得見,你要看得見,你的女兒那些行為的表徵,背後在說什麼? 她說背後在說什麼?她說背後在說什麼?她的行為表徵是什麼表徵? 說什麼?扭計,大聲叫,爸爸說話就掩著爸爸的口,媽媽說話就掩著媽媽的口,整天動作就哭,發脾氣等等的事情 全部都是小孩都很容易有的?很常見,是不是?她背後是什麼?背後就是壞了,背後就是不要好好地教訓她 其實我很想告訴大家,你要看得見,你的女兒背後其實在說什麼?她有這些行為 其實在說她裡面很需要爸爸媽媽對她很切實那份的愛 她其實是很想有愛,這些有機會我們再說 第一件事,我們真的要看到我們的兒子,我們作父母的要看到我們的兒子 她心底裏面最需要的是什麼? 第一件事,就好像天父看見我們一樣 我們在哪天父都看到我們,天父看到我們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不是我們覺得需要的是什麼?不是我們覺得需要的是什麼? 不是我們覺得需要的是什麼?是天父知道我們真正的需要的是什麼? 第二件事,我們看看這個爸爸,相離還遠,他就看見兒子 接著就說了,當他看見的時候就動了慈心 動了慈心,什麼意思呢?慈心呢?也可以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憐憫 這個爸爸見到兒子,就立刻憐憫起上來 喂!慈心姊妹,這個兒子,他不知道兒子回來做什麼的 爸爸不知道他回來會不會再婚家產的 其實不知道的,因為他很遠看見他 他不知道原來兒子回來要道歉,他不知道的 未知的,但是這個爸爸,他看見了,他見到兒子 他立刻就動了慈心 他立刻就動了慈心,裡面有一種很憐憫 很憐憫,為什麼這個爸爸會這樣? 我們天上的父親對我們都是這樣的 我們多次得罪主,多次犯罪,多次離棄主 但是主都怎樣?向我們動了慈心 如果我們的主不是這樣對我們,我們死得了 是不是?死得了 但是主卻是向我們動了慈心 我們的主向我們的父親作家長的第二個啟示 就是我們要對我們的兒子,對我們的女兒要動慈心 動慈心是為什麼?動慈心的意思是有憐憫的心 就是為什麼呢?就是說我們要有多些空間 給我們的兒子,給我們的兒子有犯錯的空間 其實真是的,我們現今的家長很不喜歡兒子犯錯 那當然了,哪個家長喜歡兒子犯錯的? 是不是? 一上了小學很明白的 成績表,默書,測驗,考試 93分 有沒有搞錯?93分 你的7分是不小心的 是不是都聽不少? 不小心的是不是?豆浩,不記得加S 是不是?進又不記得進位,其實他不是不懂的 但是我們就會看到他的7分不見了 但是沒有想過那93分很辛苦得回來的 我們不容許的 是不是?還有,好了,今次拿100分 你會跟他說,你很幸運,你下次要繼續小心 其實你知不知道你也是這樣的? 很自然的吧?我們很自然的吧? 我們很自然一看,一定是錯的那些 很少看他對的那些 各位頂戰,你知道嗎? 其實犯錯呢,是成長一個必經的階段 我們個個都知道的 犯錯,對吧? 個個都知道,但當然不想他犯錯 但是我們呢,實識了10分仔 他連犯錯的機會都好像不容許 所以現在的10分仔的壓力這麼大 壓力這麼大,不能錯 不可以錯 我真的想讓你想想 不可以錯 有沒有可能? 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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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有些空間 就好像煮給我們這樣 給我們很有空間 我們要有些空間 我們要對10分仔動了慈心 有機會讓他犯錯 是不是? 他犯錯的時候 他自己承擔那個效果 然後他就會學習 我下一次,我會怎樣去做 我覺得這個是很寶貴的 這些你去買都買不到的 是嗎? 我們需要這樣 我有一個好鄰居,很好的 我住在葵聰浩景台 那些鄰居很好 那我那層的裏面 有一個好鄰居 他有一對兒女兒 都是在荃灣讀書的 我在荃灣工作的 他先生就跟我說 爸爸就跟我說 喂,這樣吧 我們每一次 我都要載一些小鄰居到荃灣 如果我們開車的時候 就是要出門口的時候 看到我 就載我到荃灣 他說我一定會經過你有轉門口的 我說不要的,不要的 不要你,不要你 其實心裡很開心的 但是他就真的 其實他真的會經過 那久而久之 最初我真的撞到他就載我的 久而久之 就每天都撞到我 其實是在說他就我 是不是 他一聽我開門聲 他就開門 其實大家就打對面 所以其實是很好 如是者都載了幾年 嘩,都省了不少 當然我也是好鄰居 他如果開會不開車 我就幫他帶兩個小鄰居去荃灣上學 我是不是都很好 不過這個比較少的 對了 那有一天 我開門 他們又開門 細色不對 因為他一家四有 都不出聲 細色不對 又縮不回進去 不好 那就沒理由這樣 是吧 啊,走散 這樣 他爸爸的聲音不出 就自己下了電梯 就差點六個大風箱 為什麼 兒子就躲在電梯上 不說話 他說兒子本來不出門 發生什麼事 他說早上一早起床 吃早餐 突然間他兒子 就拿了一個環保袋 然後就撿了八本書 八本書加起來這麼厚 就塞了到環保袋 他們覺得很奇怪 就問兒子什麼事 兒子就說 我們今天有閱讀課 那有閱讀課 為什麼你帶八本書 家裡拿八本書回去 他說是呀 今天有閱讀課 所以就拿八本書回去 他爸爸一聽就生氣了 有沒有搞錯 看你不出喜歡看書 你拿八本書 沒得談 很重的 拿兩本書 放到書包裏 你不要再拿八本了 我已經幫你拿了兩本 他兒子就說 不是呀 我自己拿的 你讓我拿 我看得了 我真的很喜歡看書 他爸爸說 你說 糟糕 你說 好 既然是這樣 爸爸現在讓步 爸爸現在讓步 拿多一本 現在三本 別說那麼多 其他人放下 爸爸不單止 如果你拿八本 爸爸不單止 擔保 你看不完 而且你會忘記帶回來的 沒得說 因為那些八本書 有些是圖書館的 不可以不見的 有得他 你既然那麼喜歡看 你留下自己看 拿這三本 沒得談 那兒子就說 我拿而已 我也沒有叫你拿 我自己拿而已 我也沒有叫你拿 為什麼不行 爸爸說不行就不行 沒得說不行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這樣的 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是那個爸爸 你看見他的八本書 你眼火爆 真的 是啊 真的眼火爆 是啊 多有共鳴 是嗎 那兒子又說 我自己拿而已 你又開車 又拿得多遠 那又對 那他爸爸就說 那你放我怎麼辦 放我我沒得車 你看死你不見了 沒得說 你回去當然要演戲 於是兒子很不開心 整程都沒有說話 上車了 都是很安靜的 他爸爸就準備說 現在我們每個都要扣安全帶 每個都扣 啪 開車了 他就發現 他在後排兒子 不扣安全帶 看著窗 以示抗議 那他爸爸就說 你這麼聰明 你不扣安全帶 你很扣安全帶 你很扣安全帶 你現在很扣安全帶 其實說來說去都是 你很扣安全帶 兒子就是怎樣 到我下車的時候都沒有扣 在整個途中 他爸爸很生氣 就說 我知道 你現在鬥氣 是不是 是鬥氣 明鬥氣 你鬥氣而已 我現在就載你回學校 我就會等你的老師出來 然後我就會在老師面前 說你的不是 而且會告訴老師 為什麼老師會教成你這樣 他兒子沒有說話 繼續看著窗口外面 不扣安全帶 我下車忍不住拍一下爸爸 拍一下他 我說其實 我是他 我也會這樣 他說頂子妹 我們做父母的 我們往往 其實那個慈心 那個憐憫的心 沒有了 沒有了 我們不明白 那個兒子 其實在想什麼 如果他說 如果他說 我要拿八本書 很重 他說他自己拿 是不是要讓他自己拿 他自己拿 由得他 沒有了 不見了 不見了 不能讓他不見了 不過老實 說別人的兒子 真的很容易 很容易 你一定是跟他說 有得他 有得他 是不是應該給他拿 又不是你拿 但是你是那個爸爸 其實你真的很 天父 他動了慈心 憐憫的心 我們要對我們的子女 有憐憫的心 給他機會 信任他 可以犯錯 他既然想一力承擔給他 第二個 動了慈心 第三個 我們看一看 這個父親看見 動了慈心 跑 跑去 跑 這個跑 不是就這樣一般的跑 這個跑在聖經裡面說 這個跑是在這個 這個賽道上面 競賽 或者打仗 打仗 炸彈來了 要跑 就是那種跑法 就是那種跑是怎樣的跑法 如果你在賽道上面 是在比賽中的 你會不會私自然地跑 不會 是嗎 用盡你的氣力 盡情盡力地跑 這個跑就是這樣 這個爸爸是怎樣 這個爸爸 他見到兒子 動了慈心 都沒有想他究竟是不是形財 他馬上是跑去 跑 一個老人家 跑 用盡他的氣力 還有我告訴你 這個跑 在昔日來說 在當時的時代 你要一個長寶 要一個做父親的 這樣去跑 很失禮的 不成體統的 真的不成體統 在當時的文化來講 很厲害的 爸爸 很高位分的 你有沒有一個這麼高位分的人 這樣跑去迎接兒子 很失禮 很失禮 這個爸爸就是這樣做 各位頂姐妹 你知道我們的主對我們都是這樣嗎 主 他竟然為了我們 甘心地來到這個世間上 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緣故 釘在十字架上 我們的主就是這樣 不顧一切 放下他自己的尊貴身份 所以第三個啟治是給我們 做父母的 我們要放下我們 某程度上的尊嚴 做父母的尊嚴 放下 對著子女 放下 有時候我們是很難的 我也明白 因為我也是媽媽 是不是 被青春期的子女 我真的驚到你 我真的驚到你 我真的想說三個字 很討厭 他真的很討厭 是不是 其實真的 他那種態度 他那種輕視你 輕鬱你 那些眼神 是令到你 無地自容 是不是 很共鳴 是不是 很有共鳴 很有共鳴 最近 我有個同事 吃飯的時候 他就說 他有個兒子 讀中三 他說 他們昨晚差點有六個大風上 說來聽聽 他說 妹妹在讀小學 哥哥在讀中三 現在大家知道 一兩個禮拜都是在考試 在考試 這兩個禮拜 所以外面比較靜 沒什麼人走 因為在考試 他家裡對子女都在考試 他爸爸 吃完飯之後 就跟家人宣告 他說 你們兩個都在考試 沒有辦法 家裡的電視 八點半就要關 都像樣子 八點半要關 全部入房溫習 一聲都沒有 全部入房溫習 於是 叫媽媽去認識電視 就是這個時候 他讀中三的兒子 起床 吃完飯了 就起床 說了一句話 你猜說什麼 多餘亞洲牧師 有少少了解 多餘亞洲牧師 兒子一起來 就說 對著他爸爸說 你有病 大家想不想像到那種情景 有病 他說他兒子起床 挖著他爸爸 你有病 然後走到一房 他說 那個爸爸 是嗎 浮得了 好大聲 就說 誰有病 你現在在說他是誰 如果我是他兒子 我的心就會想 當然是你 你現在這樣還不是有病 兒子沒有出聲 完全沒有出聲 兒子入房 小小聲說 當然是你 難道是我嗎 媽媽聽到 媽媽聽到 看 放下我們的尊嚴 你會覺得他講這句話 好像是向你挑戰 是不是 挑戰著你 你覺得自己 我們做父母 當然是 覺得怎麼會有錯 叫你八點半熄電視 很合理 是不是 很溫和 又給你飯吃 我都沒有叫你什麼 就是這樣說 既然兒子說 你有病 誰有病 其實 兒子背後的是什麼 要想 他說這句話 背後的是什麼 我們要多這樣想 不要讓他表證上的問題 挑戰到你 往往就是挑戰了我們 這個做父母的權威 我們的尊嚴 有一個年輕人 很聰明 他大專畢業之後 他出來社會工作 爸爸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圍村人 很傳統的 只有一隻兒子 很疼他 爸爸媽媽都很疼他 但是爸爸的尊嚴很高 他跟爸爸的相距很遠 這個年輕人出來工作的時候 因為賭錢的緣故 就簽下了一身的卡數 他不知道怎麼算好 因為他已經不止一次了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家人幫了他很多 引之以盡 所以到最後那次 他覺得不應該再跟家人拿錢了 都是自己不好 自己要想方法 於是這個年輕人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 規空公款 規空公款 我想他不止一次 終於第二次 發現了 沒有辦法 要報警察 他就要上庭 爸爸和媽媽很傷心 我想我們這裡做父母的人 一定很明白那種的傷心 很傷心 媽媽終日意淚洗臉 你想想他這樣規空公款 他出來要坐牢 他出來社會做事更加艱難了 怎麼辦 怎麼辦 他爸爸由頭到尾 一聲都沒有出過 很不開心 到上庭那一天 他媽媽打算自己去 因為爸爸不會去 因為爸爸已經鬧爆他了 誰知道 爸爸 在之前那一晚 就跟他媽媽說 我明天要去 你明天要去 他是生意人 你是生意人 不如跟你預備個口罩 爸爸說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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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戴口罩 我不要戴口罩 我想去庭那裏 想告訴兒子 亦都叫兒子 不可以戴口罩 你不戴口罩 我不戴口罩 我要去支持他 我要去告訴他 這個世界 所有的人 判斷你 你最有應得的 這個社會不容納你 是對的 你坐牢 是正確 因為你做錯了事 但是我想去支持兒子 我想告訴兒子 爸爸 支持你 你放心 你出來 爸爸會接納你 我為什麼要遮口罩 我不會 我不怕被人知道 他是我的兒子 如果連我也嫌棄 他是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將來 不能夠出來社會 頂天立地 我要去 他說 他太太很感動 第二天 他們很早就去到庭那裏 爸爸坐在最前的位 看著兒子 眼淚不斷流 兒子的眼淚不斷流 判 判錯一年零八個月 兒子判了之後 和我爸爸抱著爸爸說 爸爸對不起 我做錯了 他沒有想過爸爸會出現 我爸爸在庭上跟他說 你做錯了 你要承擔責任 但是爸爸支持你 你永遠是我的兒子 之後媽媽去探望這個兒子的時候 兒子跟媽媽說 他說媽媽 我很感動 為什麼 我怪錯了爸爸 我以為爸爸一直都嫌棄我 都不看我 我這次做錯了事情 爸爸怎麼會 怎麼會來看我 怎麼會在情上面支持我 我爸爸是一個很有尊嚴的人 他竟然為了我 他說我是一個罪犯 我爸爸不是 但是爸爸竟然 竟然會出現 我知道爸爸為了我 放下他的尊嚴 我以後都不會再這樣 我一定不會生性做人 他出來了 這幾年出來了 好生性 好生性 重低做氣 因為他知道 有一個願意放下尊嚴的爸爸 來接納他 鼓勵他 第三個 跑 放下尊嚴 放下我們 覺得自然以為很好的一切 但是我們為了我們兒子要放下 最後 跑 接著是抱著他的頸上 連連與他親嘴 這個行動 是說著 抱著兒子 射他 這個行動是說著 這個兒子 我是接納你 我是愛你 無論你怎樣也好 很好 其實神就是這樣對我們 你想想你是一個什麼人 我想想我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我其實很多事情不好 但是神竟然給我機會 可以這樣去服侍他 其實我想我個人很差 我又暴躁 我又專制 我又喜歡控制一些東西 跟我相處其實很艱難 但是神卻是這樣看顧我 神卻是用我 我覺得很感動 今天神同樣都是這樣 無論你覺得自己有多麼不好 或者你覺得自己有多麼好也好 但是神他都沒有嫌棄你 祂都是會抱著你的頸上 祂會疼你 祂會接納你 祂會無條件接納你 所以最後一個啟示 這個父親最後一個啟示給我們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接納 我們要無條件去接納 我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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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他學習的能力 無論他的表現 說其實很容易 他其實做是很難的 是很難的 但是神就是這樣做在我們身上 願意主的愛激勵我們 好嗎 願意這個浪子的父親 他有四方面的來激勵我們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要看見 看見我們的兒子 背後他的真正的需要 是什麼 第二件事 我們要對我們的兒子 存著憐憫的心 動了慈心 給他機會犯錯 鼓勵他 給他機會犯錯 然後站起來 第三個跑去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要對我們的兒子 把我們的尊嚴放下 我們不顧一切的 是扶持他 是擁抱他 最後是接納他 無條件 用耶穌基督的愛 去這樣接納他 願意天父的話語 常激勵我們 我們一起同心祈禱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的愛 在我們的當中 主要你用你的話語 你用聖經裡面 每一節的經文 每一句的說話 去激勵我們 主要多謝你 因為你看見我們的需要 主要你向我們動了慈心 主要你願意為著我們的緣故 甘願的犧牲 放下你這麼尊貴的身份 因為我們 主要多謝你無條件地去接納我們 主要願意你自己的展示 而這份愛去激勵我們 去激勵我們坐著的每一個弟兄姊妹 特別是我們做父母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說我們已經做得完全 因為我們做父母 有我們做父母的艱難 每一對父母都有不同的艱難 主要你是知道 但是主要你可以這樣來鼓勵我們 去激勵我們 叫我們在這個做父母的身份裡面 我們一起向你去學習 我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主要你替醒我們 叫我們重新再來過 以至於我們的聖恩仔 能夠活在耶穌基督的愛裡面 就是他們每一個都是很寶貴 每一個都是很獨特 都是有主你自己的寶貴在裡面 所以主多謝你今早 好好地去鼓勵我們 幫助我們 聽我們同心在你面前的祈禱 奉耶穌基督聖命祈求 多謝大家